好 播出來關注總體經濟了 美國聯準會呢 執意持續的升息 它也不管之前銀行業爆發的風險 主要就是因為美國的物價漲勢 一直沒有看到明顯的緩解跡象 所以他們認為要繼續升息 再加把勁 才可以降伏通膨巨壽 那由最近數據顯示了 三月的消費物價指數CPI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上漲5% 5%這個數字比市場預期的還要低 也就是說呢 這個漲勢是明顯縮小的 但是我們要看核心CPI 核心CPI是非常的頑強 甚至是不降反升 漲幅已經超越了整體的通膨 隨著聯準會啟動激進升息 美國整體CPI年增率呢 最高點是在去年年中的9.1% 當時是來到40年新高 那之後就開始是一路一路的回落 最新就是你看到這三月的數據了 進一步下滑到5% 跟二月的6%相比 整整下滑是一個百分點 創進兩年新低 但我們要看核心CPI 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漲幅是擴大到了5.6% 是去年9月以來 頭一次加速上漲 上個月是5.5% 所以它是上漲的喔 那兩個數據 一邊大跌一邊上升 使得核心通膨率是睽違兩年多 現在是高於整體通膨的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核心服務是導致美國的核心CPI 難以大幅降溫的元凶 三月的核心服務價格漲幅 你看到來到了7.1% 一直在高點附近 那至於核心的商品價格漲幅 雖然已經從去年初的高點 大幅下滑 但最新的三月數據 是回頭上升到1.5%的 這邊的意義在於 它已經打斷了連續六個月 下滑的態勢 到底哪些項目漲得最兇呢 第一名各位觀眾朋友 也相當有感了 因為行流感的關係 在世界各地都是缺氮的 美國三月的基蛋價格 比起去年三月大漲36% 第二名是人造奶油 漲幅同樣在三成以上 冷凍蔬菜排名在第三 那大宗商品降價最多的 第一個就是汽油 跌幅高達了18% 主因是因為去年 物業戰士開打之後 國際油價飆漲 導致比較極其高 那麼降價跌得多的是電視 再來是二手車 兩者的跌幅都超過了一成 好 那麼除了最新三月CPI的公布呢 美國的一項調查能凸顯出 通膨能不能穩定下降 還是未知數 我們來看到了 這是紐約聯主銀行 每個月他們都公開消費者的 預期調查 但回顧近幾年數據可以發現 美國人對於未來一年通膨的預期 從2021年初開始 是一路上升的 也就是他們預期說呢 通膨會一直往上走 那麼在去年六月一度是來到了將近6.8% 創下2013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準 散了之後呢 除了去年十月以外呢 基本上通膨預期都是這樣 每個月是呈現下滑的 可你看到最後它的趨勢是往上的 也就是說這樣的趨勢在三月被打斷 根據這個禮拜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 美國人三月對未來一年通膨的預期 反轉向上 回升到了4.75% 那麼再看到橘色這條線 在未來三年通膨預期方面 最新的三月數據也是微幅上升的 上升到大約是2.8% 同樣是去年十月以來 投一次的上揚 那除了通膨預期 美國人對於失業的預期 也凸顯出現在美國就業市場 還是強勁的不得了 只要是就業市場很強 易未聯準會就會繼續升息 透過這樣的調查顯示呢 美國人預估未來一年失業的機率 三月來到了11.35% 這個數字有什麼含義呢 就是連三個月下降 也是去年8月以來的最低水準 所以呢 他們的失業機率累計算下來 已經是連續三個月下滑 雖然看起來在美國的 就業市場強勁 核心通膨很頑固 聯準會會持續升息 但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 他們顧慮到了經濟出現疲態 已經紛紛按下了升息的暫停鍵 不少央行甚至接下來 他們不僅縮了 反手選擇寬鬆政策 這是一個世界地圖 我們根據彭博 這個禮拜公佈的 央行政策展望 全球23個主要的經濟體當中呢 有中國和巴西等7個國家 今年底的利率預估 將比現在來得低 代表他們可能會降息 也就是現在亮起這個色塊了 那此外英國 加拿大 還有南韓等幾個國家 年底的利率預估會 現在持平也就是不變 那至於還會持續升息 也就是黃色這部分了 到了年底利率 會比現在還要來得高 會升息有哪些國家呢 除了美國以外 還有歐元區 澳洲以及紐西蘭等國家 所以在世界各國 他們的利率政策 主要的差異在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